估计大家都会有自己崇拜的人,也许是伟人,也许是明星,在古代,即使是皇帝也有自己崇拜的人。 比如朱元璋就是刘邦的铁杆粉丝,连唐太宗都表示欣赏汉武帝,封建社会有很多皇帝,今天就介绍一下最后一个皇帝溥仪,在乱世中退位,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,他到底崇拜谁? 这人也是清朝的皇帝,是他的老祖宗,但不是康熙,也不是乾隆,溥仪并不是光绪帝的儿子,因为光绪帝没有留下子嗣,慈禧就在爱新觉罗家族里面选中了溥仪,这时的清朝已经病入膏肓,当上皇帝,也只能是一个傀儡,溥仪没有任何的选择权,毕竟这时的他还是个离开乳娘,就哇哇大哭的婴儿,溥仪登基时还是个孩子, 朝政大事也只是听从太后和旧臣的安排,武昌起义后,溥仪退位,但保留皇帝的待遇,每年也会得到四百万作为皇室的开支,这年他才六岁,溥仪开始接受教育,但只局限在四书五经,诗词,十二岁的溥仪又被推到风口浪尖,重新坐到了龙椅上,不过十一天后又被赶下台,溥仪可以说命运多舛,而这年,有个英国人担任, 认他的老师,他才学到了英语,历史等新的东西,才对外面的世界有了重新的认识,但格鲁军发并不会放过他,逼他离宫,之后落入日本手中,日本人利用他建立了一个维满政权,溥仪做了维满洲国的十几年的皇帝,日本战败后成了战犯,被囚禁在苏联五年,之后得到特赦后 回国安详晚年,溥仪一生充满心酸和无奈,但他心中同样也有着理想,他崇拜雍正,希望成为像雍正一样的皇帝,因此每次溥仪交代,如果他睡懒觉,太监就要给他读雍正的批语,内容就是要勤政爱民,这样他就会早早地起床,毕竟雍正可以说是清朝最勤劳的皇帝, 一天吃休息三、四个小时,每天都是批揍者,处理政事,他敢于实行改革,政绩出色,填满了长期亏空的国库,平定了边疆的叛乱,并且体恤百姓,溥仪把雍正当成自己的目标,不过有心无力,按照当时清朝的形势来看,溥仪的理想是不会实现的,文,上下古今团对古持创作图,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